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诗经上说尖家苍苍 白鹿为霜 尖家指的就是芦苇 白鹿的时候因为封面南下 天气转凉 秋风萧瑟 郊外的芦花随风飘荡 而我们在晚上也会感觉到 阵阵的凉意 而夜间的水气到了早上 就会在叶片上形成晶莹剔透的露珠 既然露珠是晶莹剔透透明状 那为什么又叫做白鹿呢 因为根据《礼记月令篇》的记载 白鹿的时候阴气渐重 鹿宁而白也 如果依照金木水火图五行来看 秋天是属于金德 金则是上白所以叫做白鹿 此外这儿的阴气指的其实就是寒气 所以才说一夜冷一夜 白鹿的时候不只是人们 感觉到天气逐渐的变凉了 包括鸟类也要准备搬家去避开延冬 所以说白鹿的第一个征后就叫做红雁来 大雁要开始往南飞 白鹿的第二个征后呢叫做玄鸟归 也就是燕子归巢了 此外所有的鸟儿都在储备粮食准备过冬 所以说白鹿的第三个征后叫做群鸟养羞 这个群指的是真群就是各种的美食 而不是害羞的意思 至于说我们想用的美食呢 如果以水果来说 白鹿的时候刚好是柚子柿子梨子 还有释迦巴勒的盛产期 如果我们用柚子搭配着月饼 过节的气温立刻就浓郁了不少 有一句俗话说 过了白鹿节夜寒日里热 也就是说白鹿的时候呢 昼夜的温差非常的大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吃一些个 能够清肺润喉的食物 比如像是蜂蜜啦 莲子银儿百合银杏 这些都是不错的食材 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些基本的食材 来烹制一些简单的一些养生的饮品 比如说呢 双银百合汤 就是用银耳银杏百合红枣 还有冰糖一块来炖煮 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增进我们的记忆力 另外还有穿备呢 冰糖梨 这个最简单 只要用电锅就可以了 具有止咳化痰的功效 此外呢 我们还可以最简单的 在冲泡绿茶的时候 添加菊花以及桑叶 这个叫做桑菊茶 它可以增强免疫力 并且可以提神醒脑 如果是想要选择一些个小灵嘴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呢 蜜溅就是腌渍的污眉 因为它可以刺激肠道的蠕动 并且呢 可以帮助消化 提振我们的食欲 古人说 白鹿降凉风至 所以又把这段期间 称之为是金秋 可以算是一整年之中 最为舒畅的时刻了 但是啊 只要一说到降雨 就不免让人有一点担心了 因为白鹿的时候 雨水的来源主要是两部分 第一个部分来自于秋台 可是啊 秋台的雨量大 威力强 路径又让人是难以捉摸 所以人们经常把秋台叫做怪台 另外呢 雨水的来源叫做秋林 这是因为冷热气团的交汇 就会产生长时间的降雨 所以非常不利于农作物的收割 因此农民朋友们就必须进行抢收 叫做抢秋 根据历史记载 在西元七世纪的时候 隋扬帝曾经带领着好几十万的大军 去远攻高里 也就是现在的朝鲜半岛 当时就是因为遇上了秋林 所以搞得这个军队啊 是和资众都深陷在泥脑之中 最后是大败而返 古人说白鹿不露体 意思是说白鹿的时候天气逐渐转凉 所以建议大家晚上在旧寝的时候 不要再穿着短裤短袖 避免着凉以及泄度 至于说白天的穿着呢 古人又说薄异欲寒 其实啊意思是说 外面应该有一件穿脱容易的外套 这就如同我们今天所说的洋葱式的穿法 也就是呢 衣物要随着温度的冷热 而能够做灵活的一个调整 所以希望大家都不要着凉 能够快快乐乐度过这个秋高气爽的白鹿时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